我去哪裏 你剛才在那裏 你剛才在那裏 介紹一下英文歌 最近 和阿慧 也不是最近 年尾 我們去看一部電影 以前我對這個歌手的感覺 就是 他都 不懂得說 總之 我覺得他後來在隔南美 頒獎典禮上高 他唱歌 我覺得你眼上看 我覺得他唱歌這麼厲害 還有 我有一次 戴著一個耳機 戴著一個很小的耳機 我突然間 突然間在Youtube 撈他們的歌出來一聽 那天其實很熱的 三十六七度 我在清真寺下走過 我突然間打冷震 我覺得很冷 其實是因為他的歌很感動 打冷震 然後 為什麼我做了什麼呢 我去買了一個耳筒 我去浪費錢 買了一個很貴的耳筒 然後 一直都用那個耳筒來聽歌 然後就覺得 其實我都好像很久沒有 善待自己 被自己好好地去聽歌 去研究唱法 很久沒有用這個方法去聽歌 最近看了這套戲 就覺得 嘩 很不得了 這個人厲害很多 也都令到我 很有衝勁 去看我的學生 在學生的歌班裏面 找了一些歌去教他們 其實都 我今天都有些冒險 因為我喉嚨痛 不是昨天 宵夜吃喉嚨痛 是有一晚 吃完飯之後 毛景端喉嚨很痛 那我吃到燒完藥好一點 那這首歌呢 這個歌手是Lady Gaga Lady Gaga 不是Bad Romance 不是Poker Face 是一些 是一些比較新的歌 那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這首歌叫做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希望你們會喜歡 多謝 好 谢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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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一定会跟你拍张照片 谢谢